要價絕對是要上千萬年 最小的老鷹喔 跟最大的價格是天差地比 這不是你有錢就可以買的 對 這倒是真的 出家的脾氣真的就是這樣 你好 欸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也會找到 不過我們今天終於邀請到了一位 徐季健老師的好朋友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歡迎孫姐 嗨 大家好 老師是全球收藏最多 徐季健老師收藏品 尖珠寶健丁師 記大學講師 很高興今天來到烏鴉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 講實在啦 有些觀眾可能會誤以為說 我們今天是為了業配喔 然後才在拍影片 其實我們一直想要拍 老師一直不願意讓我們拍的 收藏品沒有辦法業配 要等很久 等非常久 我就舉例來說我的戒指好了 大家看我過去的影片 一直都只有帶一支 其實當時我是一次買了兩支 然後我真正等了半年 終於拿到這一支 對 因為太多人問啦 而且很多人問的方式非常有趣 他們一直講阿XX 拜託 不要看到跑車 看到跑車就很法拉利 見到營室就很XXX 不過我們今天只介紹了孫姊阿 我們也不能證實說 你跟她的關係 是非常直接與親密切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還特地的跟老師 邀約了一通國際電話 我們現在立即打給老師 欸 你說好厲害 那個是叫什麼 すご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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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ばんは Duka 私はDukaです D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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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 一瞬間 頭髮不一樣 先生 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て アロファント アイシャツして お願いします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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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跟他一起 但是 大家都要跟他一起 不然 新冠病疫情 所以 來年 早上 見到他 大家都要跟他一起 好 謝謝先生 謝謝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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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這種電話可以知道 我們孫姊跟GD健老師的連接性 有多麼的強烈 好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你的收藏品 大家不要看這一箱 看起來破破爛爛的 裡面的收藏品呢 總計要價絕對是要上千萬的 我們立刻就來打開看看吧 對 就是這麼多 連我自己都沒有一次性 看到這麼多了 GD健老師的收藏品 對 你是全亞洲第一個 可以同時看到這麼多老師作品的 對 就是光是我們自己 要買這樣子一根羽毛 畢竟它是純手工打造 對方 世界各地都很多人在搶 有些人甚至等了一年 甚至更久 三年 都拿不到 我算是非常幸運的 說真的 非常感謝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非常喜歡 首先 我們先從烏鴉的珍藏 開始介紹起 因為他也很得老師的語言 老師也喜歡他的造型 所以他可以很短期的 之內就拿到老鹽 熟悉局地見的老師 其實首場的人都知道 必須先擁有他的普通品 因為老師常常說 你從最基本的了解我的用心 再進階得到更好的東西 你會更愛他 這隻老鷹 他有一對很漂亮 限定的金爪點玫瑰花 那他比較有能力 所以他買的左腳又右腳 你說他這個角點玫瑰花 全世界只有四隻 對 老師做四隻 價格就不講 因為講錢都商感情 藝術品被用錢的角度去衡量 常常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老師的老鷹到底大中小怎麼分 像這個是最大的老鷹 那其實如果大家不好記住 老師老鷹的尺寸的話 我們用一個比較通俗的方法 台灣話有一句話叫做 五四三 老師的老鷹大的就是分 五號四號三號 號碼越小 老鷹就越大 所以烏鴉我考你 這隻老鷹是幾號 三號鷹 是 數學真好 再來如果我們入門 我們可以先從像這樣尺寸的老鷹開始 有十一號 有十二號 但是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既然都說最大跟最小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直觀性的 就想 這隻多少錢 最小的老鷹 跟最大的價格是天差地比 對 因為越大 它的耗工跟時間會越長 其實像這種老鷹 就算是一般人都收藏得起的 一定 方便講它的價格 小隻的這個金老鷹 大概台幣落在兩萬塊 那老師的老鷹也有分 它的即興作品 就是說它可能會呈現金的 可是頭就會變白金 這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白金的龍點 跟黃金龍點 是竟然不同的 對 這是一個印第安祖傳的手法 像有些人會說 你怎麼不乾脆戴純金的 因為純金也未必你求得到 這不是你有錢就可以買得到 對 這倒是真的 出家的脾氣真的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相中的是 黃金大老鷹 因為景占一隻 全球真的也只有這隻大老鷹 這是一個好萊塢的大導演 那他擁有這隻大老鷹 也是跟老師 要說跪球很久嗎 是是是 又要吃飯 又要陪他唱歌 是覺得你真的有誠意 他就做了這隻金老鷹給他 是是是是 那我們方便跟大家告知說 像這隻大老鷹 它的價格 因為日幣還有黃金的價格 每一次調的價格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們去找老師 老師是親自把老鷹交給你 再告訴你當下的價格 是 那以那個年代的金價 就是大概 以觀眾的直覺 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會這麼貴 其實有很多的原因 因為一來是 他的製造是非常不容易 二來是 他有相當性的藝術價值 以及 他的稀有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耗時 對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他現在已經 廣為人資很成功的 但我相信更多觀眾會耗時的是 他為何會一路成為一個頂尖的儀式 然後一路到現在 有經濟的成就 他都會搶的藥 有錢也買不到 為什麼會有經濟這一段 他的故事是什麼 有曾經一部電影秀過那個羽毛 然後有人追捧 再來就是因為 做這個銀式 最早現在一定是有前輩 那老爺在2013年走了以後 大家知道 但也買不到老爺青柯的東西 你就是XX的創作者 對 所以是不是要轉方向 找一個真正活在 可以親手做給你的作品 因為很多日本人都相信 作品跟產品不同的地方 產品可以一直生產 可是作品是 作者活著的時候 親自做給你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藝術家的壽命能夠多長 愛好橘地見老師都知道 他曾經失明過 以至於大家覺得說 我要搶先 趕快得到這個東西 未來我可能 就是有比收藏價格 更來到翻倍的機會 投資者也有 真正愛的人也有 更難拿得到的東西 大家就越愛 對 舉例來說 第一個老英老師實明科 然後後面就有 拿得到的人的這個人的名字 他可能叫Jacky 然後呢 大陸有很多收藏家拿不到 可是他就會高價的去 拜託這個Jacky賣給他 出了高價大家心裡會動 就會想要試出 是 我的這支後面就是寫Ducca 對 寫我的文字 那就會有人願意 為這支老英而改了他的英文名字 但我相信 不會有人會為了我 去改名叫Ducca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叫Ducca嗎 是 因為我姓陳 Ducca Train 那因為老師 在做這支老英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看到你的長相 跟看到你的名字 他覺得親手刻給你是 更有收藏價值 那老師深信 我如果讓你等待 你會輕易的把這個東西給賣出去嗎 好當然不會 這就是最大的意義存在 老師的個性算是非常的古怪 就像你剛才講的 人家拿了幾千萬 對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提了很多的現金 帶了很多的名酒跟養酒 然後來到老師那裡 老師把現金跟養酒 擺在門口請他回家 不是因為你有錢 老師就要做給你 最重要的是他講的那句話 你當這邊是批發商是不是 對老師說 你是來批貨的嗎 我覺得藝術家 他就是因為他個性這麼的酷 就讓人家覺得越能得到 大家就越愛得到 其實我覺得藝術的價值 一定會有他一定的堅持 如果今天他也是量販工廠 找了一堆學徒 每天做幾百至幾千斤 是啊 一定都沒有價值 雖然有一些非常老練的玩家 已經很清楚 不過我們還是要跟一些觀眾 來了解一下說 他其實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作品 對 我們一項一項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工匠工藝的意見裡面 你的手工手法來到最頂級 就是大家認知唐草 那唐草它這個雕工 需要費很大的力氣 它不是用雕的 它是要用敲的 所以除了你的手工技巧 敲下去的點準確 花呈現還要美麗 在銀世界裡面 他們會說 唐草雕花 等於是工法裡面最高的 所以有人就會搶這個東西 是因為它生產力要很費工 所以唐草雕花這個東西 目前就是最多人要收藏的 然後這是我去日本採訪老師的時候 老師剛完成的 那做完以後 老師把它送給我 那因為它是一個非賣品 是是 非常好工 因為你看到它像鑽石一樣 每一個都像香蠻的鑽石 但其實這個是老師敲出來的 它不是刻出來的 是是是 那這個東西就是極具收藏價值 那跟這個手鐲呢 這個手鐲 你的眼睛跟嘴巴都在手環的下方 雕刻的手法 也是我剛剛提到的 藏草雕花的方式 那老師帶東西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他覺得老鷹是離太陽神最近的地方 是 那老鷹飛向太陽 所以你的老鷹的頭 為什麼老師堅持要你朝上 是 就是因為佩戴的人是太陽 是 老鷹飛向自己 自己就是太陽 對 所以有很多小細節 有老師規定的佩戴方式 對 就像我跟他同桌吃飯 我把老鷹頭朝外 才會用筷子敲你的手 我都非常尊重他們的這些 對 就是戴上自己 對 那老師我就想問 像這隻 哪怕開XXX萬你也不願意賣 原因是什麼 有時候藝術品是真的沒有辦法用價格去衡量 如果老師願意做給你 可能就是以合理的價格 包括金價跟手工價跟耗時耗力的價 去衡量賣給你 可是等當老師不願意賣給你的時候 哪怕是五百萬一千萬 你都買不到 就是這樣子 非常藝術的格 是 本身我也是算做影音的 很多時候我也是 寧願不接約配 或是我寧願一兩個月不發片 我就要做我最好的影片 給大家看 哪怕這部片的時間成本 或者是花費的成本過高 所以我反而覺得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因為我可以給人家看到最好的 是 光這邊的價格 我們就不想一個一個講 因為我們用價錢含量其實很不禮貌 但是有些人就是 要聽到價格才會明白 對 這邊的收場就是 大約三千萬 今天在烏鴉的節目裡面 大家很幸運 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增長 那時候我辦簽書會的時候 請那個大陸來的好朋友 來給老師簽名 看到這一本 老師二十年前作品的收場集 他開五萬、十萬 問我賣不賣 但是我一定不能賣 因為我要預防有一個情形 他買回去 他就是要看到裡面的細節 去做了一些 綁出老師的作品 所以我們很小心翼翼 而在保護這一本 那今天在烏鴉這裡 很榮幸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老師二十年前的作品 所以這一場一失竊 就會有大量的綁進 一定 現在所看到老師的這個作品集 是二十年前 他的非賣品 老師他二十年前 剛做銀飾的時候 他的手法 跟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沒有因為老師出了名 他以前這麼細膩的手法 就不帶入現在的衣品裡面 不知道以後人家會不會說 我幼稚圓畫的畫 上面還有寫家作 對 然後你看這個 那我們可以先前老師 教導我們怎麼去分辨出 他是仿舊的 還是他是真的就是老物的 手法 以前的雕刻刀 他線條呈現出來 會比較簡單線條 現在的老鷹戒指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背部的羽毛 就多了很多的刻紋 因為以前的刻刀 跟現在的刻刀 也不大一樣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 他是不是老鷹 你要防骨也行 可是歲月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時間 倒流去防 當年他的做法 跟現在的做法 一模一樣 所以他保留他二十年前的想法 到現在還是原汁原味的呈現給 所有愛他的東西 對 這就是他對所有愛他的人的一個 愛跟誠意的表現的方式 是 我先講一點我個人的觀點 其實像我自己會選擇 收藏許諺老師的作品 其實是因為 開始我接觸到的一定是 XX 我個人沒有在選擇 XX收藏的原因是因為 他現在有太多是 他模仿 因為他是量化 而且不是他本能清刻 剛剛這個邏輯大家應該就懂了 而且我覺得他最有趣一點就是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他炒作平常其實沒有 他本能是最不讓人家炒作的 對 因為他會常常進度我們說 我不希望這個東西 交到消費者手裡 是經過炒過價格的 那我們對老師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有人高價要跟我買 那當然就是經過炒過價格 才會來到下一個收藏者的手裡 是是是 那如果說像直接從老師這邊出來 我受了委任去跟老師求得的作品 我們是公開 讓老師知道我是多少的價位 交給這一個收藏家的 他也非常痛恨高價炒作 因為他之前在我們採訪裡面 簽署會就有提到 叫沒有消費能力的大學生 來跟老師商量分歧啦 或是說我出社會以後 錢再還給你老師都願意 然後他希望就是說跟大家分享 他常常告訴我們說 他賺這麼多錢 他未來的夢想 就是開一個博物館 把他生前所有的作品展現給大家看 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他人走了 所有留下來的錢跟作品 就是留在日本開一個博物館 非常酷啊 他就是一個捷捷吃家 非常幫助虧真的 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再多錢他也沒有擴張營業 你也看不到在街上有他的連鎖店 唯一台灣的代理 就是他的經紀人 我們今天在台灣開旗艦店展示店 對 你看到到 在路上有人帶著的梅子老鷹 都是所有人想盡辦法 找到專業的巡道去求得他本送來 是啊 這就是他最酷最酷的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這是真的 非常感謝孫姐給我們介紹這些東西 歡迎大家諮詢 而且畢竟在台灣能夠鑑定老師作品的人 其實也不多 所以我們疑問來孫姐也非常的樂意告訴大家 對 因為我們有專業的團隊 可以幫你鑑定真假 對對對 因為他平常自己在學校 都在當鑑定老師 也會很多人去找到他的管道 畢竟從孫姐鑑定完是真品 大家也會更放心 如果你有怕自己買到的是菸品 或是來路不明 我們會免費的幫你鑑定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又準備十本雜誌給大家 對 讓大家能夠更深層的 了解老師的過去 對 現在 跟他未來的希望 對 現在跟他未來的希望 所以就只寄給有緣男的 就是你有分享的配合 對 他最酷最酷的就是 很普遍的啊 大家都是會大量宣傳 上媒體上什麼地方 然後甚至是去拍賣場 故意拍一個很高的價格 來做市場定價 他完全不需要 他就是那種有緣者就來 就是這樣子